寄居在北京叔叔的家里 守着一架风琴 曲秋白开始着手翻译 国际歌 他是非常的认真 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的 来仿佛的真作 比如说国际歌 就国际两个字 在俄文里头 它就很常来 那如果翻得不好的话 这个佩奇这个曲子 它就会拖得很长 就不好听 昏暗的小屋里 曲秋白不停地来回走着 不时地哼着想着 忽然他停下脚步 坐到琴边 手指有力地敲击在琴键上 最后一句歌词 从他口中流浪出来 International 就一定要实现 从此 这首全世界无产阶级的 伟大战歌 响遍了全中国 并一直伴随着 中国革命的 漫漫争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最后一句歌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最后一句歌词 在苏维埃俄国的两年 曲秋白从一个带有旧文人气的知识分子 成长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但在二十年代的中国 更多的人们依然在黑暗中苦苦探寻 1924年5月7日 北京东单三条协和礼堂 中国学术界名流 集一集一堂 为一位外国老人祝寿 胡适担任大会主持 梁启超在各词中说 今天我用极诚恳极喜悦的心情 欢迎泰戈尔 作为亚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的过得者 泰戈尔是应梁启超蔡元培的邀请访问中国的 诗人徐志摩主动为泰戈尔担任了翻译 为欢迎泰戈尔访华 小说月报专门出版了两期泰戈尔专号 大量发表他的作品与评论 引发了泰戈尔热 盛况空前 在知识界来讲 中国有头有脑的人物都出现了 包括梁启超 康有为 还有梁肃明 这么一大批文化守成主义者 他们对传统文化采取的是一种 欣赏的赞同的这样的一种态度 当时社会名流 尤其是西方那些大思想家 能够正确看待中国文化的西方思想家极少 那泰戈尔作为一个东方思想家 东方文学家 他能够坚持东方文化立场 欣赏中国文化 这个对于中国人来说非常亲切 然而 就在泰戈尔抵达上海的当天 矛盾在报纸上发表文章 我们决定不欢迎泰戈尔 陈独秀 郭沫若 文一多等人 也纷纷对泰戈尔展开抨击 一时间掀起了轩然大波 泰戈尔这个作家是爱心 非常广播的一位作家 胸怀广播 这样一位人道主义作家 他写了好多作品 就表现印度的少女 在种性制度下的不幸 泰戈尔是坚决反对这种制度的 所以他的好多作品都写这个 他是要张扬人的个性 尊重妇女的权利 那这个作品对于中国 五四时期来说非常受欢迎 他真的影响了中国 你看那个《新月集》 就是这个 他的一些小诗 像冰心就是模仿他的 冰心的作品 就模仿泰戈尔的语题来写了 人类啊 相爱吧 我们都是长行的旅客 向着同一的归宿 1923年 冰心的诗集《繁星春水》出版 清俊秀意淡远的文字 吸引了无数惊奇的目光 人们纷纷仿效冰心的文体进行创作 冰心体风靡一时 周作人总结当时文坛进入一个小诗流行的时代 但最打动人心的还是冰心在文字中满意出来的大爱情怀 巴金说 从他的作品里 我们得到了不少的温暖和安慰 我们知道了爱心爱爱 而且我们从那些亲切而美丽的语句里 重温了我们永久失去的母爱 对人类的不爱 大爱就说 这种感情 这种感情的感染 我觉得他在泰河尔的那个作品里面 是受到这个很多影响的 以至于后来他一直提出来 有了爱就有了一切 有了爱就有一切 年轻的冰心希望用大爱的光辉来温暖 来融化这个冷酷的世界 非常遗憾 冰心没能亲眼目睹泰格尔的风采 正远在美国留学的冰心 只能用文字来表达 他对这位世界文好的尊崇 泰格尔 谢谢你一块美的诗情 救治我天赋的悲感